再一次聚集我们 在主日的清晨 主要我们来体验你的爱 乃是可恶的荣耀 乃是一生之久的 主要谢谢你 让我们够体会到你的爱 乃是可恶的长过高深 在这感恩节的礼拜 主要我们先上我们的感恩 在我们的一生年日当中 主要为了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以及在未来的道路上面 一路上有耶稣基督 心自然伴随着我们 能度过这慢慢的长夜 度过每一个时刻 主要我们先上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的路径 一路上都滴向你的恩高 滴向你的指游 希望你这一生都满有你的福气 满有你的恩典 就如同主要你叫我东 离时有多远 你叫我们过犯 也是这样的离我们何能的遥远 主要你的爱就像天地地有多高 主要你的慈爱 还是何能的强迫高深 谢谢你这样子 让我们能够数算 数算我们一生的年日 主要我们的恩典满满 主要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代理 求你亲自在此时刻 你就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爱的时候 主要你就是那爱的源头 使我们能够感受到 你与我们同在 那是何能的感言 主要求你亲自来开通我们的心思应验 开通我们的耳 开通我们的言 能够真切的听到你的话语 透过今天的一个讲道 透过今天的礼拜 主要你圣灵 心自来掌管我们所有人的心思意念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摸摇摸在你的手中 还是这样感恩祷告祈求 感谢封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攻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记载在诗篇第34篇8到22节 诗篇34篇8到22节 诗篇34篇第8节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名 你们当敬畏祂 因敬畏祂的义武所宣 少壮师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宣 众弟子 你们常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 练脸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义人乌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义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也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 并不治定罪 愿上帝赐福给听他的话 又去醒的人 讲道 请红千惠传道 红千惠传道 今天所要讲道的题目是 感谢因主恩满意 向我们下期分享给红传道